这位清者 我们刚刚有提到死 我再继续再讲一点点 现在我们一般的业障众的众生 可能就是在医院里面就会搞死了 然后比较有自主性的 他就要寿终正寝 我们现在也都看不行赶快送回家 但是送回家是不是已经断气也不晓得 那是不是能够还没有断气之前 就自己可以决定回家 我是绝对应该要这个样子 不要给小孩子负责 他狠不下这个心 他一定要把你整到死 才安心地把你带回去 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是舍不得 他以为他就这样放弃治疗 好像对家人对不起 因为这种矛盾太多 常常看到 都已经死了 然后还是再放不下 还是说我没有进到孝道 其实已经太孝顺了 因为太孝顺 所以让他们不能够很安详地走 所以一样的 有的如果你自己是行为业力比较好的 那可以寿终正寝 就在家里面 然后吃完晚餐洗个澡 然后回去 一躺 然后就走 这个是比较好的 但是现在这种机会越来越少 那这个其实还是 最多只是天人的境界 如果再更上去 就要有修为 修行比如说像弘一大师 他那个也是很典型 很典型的遗照 就是又车卧 然后很放松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现在放不下 弘一大师六十几岁而已 六十几岁就走了 所以还有比他更前面的一个大师 叫靖安 我们又称为八子头头 那是一个师写得相当好 禅定功夫也相当好的一个大师 是第一届的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 问题是 就当上了 因为一年就走 他是怎么走的 随便讲故事 他就是那时候 刚好变成民国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 连国父都是基督教徒 对不对 因为这些都是流洋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 然后就对这个寺庙 有那么大的财产 很有意见 就那时候大量的争庙禅 要来好听一点 叫做新学 要办学校 想而世上很多就变成私宅 所以那个其实也就这些军阀 什么这些有利人士 他们看不下去 所以其实寺庙包括西藏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厄运 也就是养尊处优 太爽快了 寺庙禅几百甲 收猪 包猪公 这个久而久之一定有人看不下去 所以当然福报响尽了 就被抢回去 也就是那时候通通在抢庙 所以这个建安 因为他有相当的知名度 也相当的有学问 有影响力 所以他就到北京去要求 结果那时候的内政部长 给他脸色看 我是大师 这官人看你什么大师不大师 脸色一翻 说不准就不准 甚至还酸里凉去 当然就吞不下这口气了 回去隔天就死 是这么写的 就他去跟那个政府争取这个 然后没有一个好的答案 他郁郁寡欢的 然后回来太闷 然后那天 隔天就走了 这个就业障现前 那这个业障现前 不是他个人的业力 是整个团体的业力 架在他身上 因为他当会长 他必须去争取 然后争取不到 就把自己责任往身上扛 我有一个就是 我们老师父 就是阿爸的结拜兄弟 也就在做 专门在做台籍老兵的 争取台籍老兵的权益 到最后赤焚 因为每一个政府都骗他 都给他好像很大的希望 只要选上就会怎么样 结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吞不下 就好像也是给人家很多希望 给人家很多答应承诺 但都做不到 至少自己了结 所以有时候责任往自己身上扛 你就是一个受难者 那每一个菩萨 都把众生的毅力往身上扛 所以菩萨一定是受难者 没有享受的菩萨 没有 没有 这一定是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所以首先你必须有认识 你才不会坐得那么累 那么不甘愿 好 那再进一步 像他 我看他的书里面 他在赞叹 那时候一个在家居士大德 叫杨仁山 杨仁山 其实是近代佛教再度兴盛 一个关键的人物 太虚大师都是他的学生 太虚大师 所以 然后他里面有一段是在 就是杨仁山往生的时候 他帮他写的一个 一个电文 祭电文 杨仁山是在家居士 但是他是做化 坐着走 所以 修行不分在家出家 重点是你是真修还是假修 是不是真懂佛法 因为杨仁山就是 他成立一个精灵科精院 所以把很多经典 都重新再拍板过 而且做得很漂亮 很好 这样子的一个在家居士 他可以做化 那一样的 我们在 刚刚我不是讲说 宏毅大师他是车卧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我们如果到南传的 斯里兰卡什么那些洞窟里面 几乎都是佛的 握佛的像 所以那个是标准知识 那一个人有没有修行 其实就 你有没有养成你睡觉这个知识 连睡觉都不是这个知识 死会这个知识才奇怪 那我们如果没有练过呢 要你睡这个手就抹掉了 所以还是要练了 慢慢的就一定要是 狮子握车握 然后这个还不怎么样 只要你修得好的 预知实至的 其实很多都可以做化 因为你晓得我时间快到了 我等着时间到 你就坐在那边念你的佛 念你的修你的法 你就念佛 就去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修法 就到本尊煞土 就这个样子 那同样的 我们一般还没有修到 大能量的 或许可以做化 也可以去佛国 但是去佛国不是成佛 但是密宗修得好的 不仅仅可以做化 还可以宏光化身 信志那边有一个资料 最近也有一个宏光化身的 就坐在那边 然后慢慢慢慢缩小 慢慢慢慢就不见了 谁让他不见 外面有一股什么力量 他已经死了 已经不动了 定力还在 念力还在 所以他就把这个就化掉 这叫宏光化身 那初级一般就缩小 这是第一步的 然后有的就消失掉 然后头发 或者指甲 牙齿 这些不容易化掉 留下来 那更厉害就整个通通不见了 那这个意思也就 他到最后散发出来 那个大能量 是不可思议的 大到根本用物理讲不通的 所以我们说缩小 如果说像慈航法师 那个可以理解 就木乃鱼嘛 你就做钢 然后用石灰 用碳 用干燥剂 慢慢脱水 然后当然留下来 这个是干巴巴的 但是干巴巴的 那个骨头不会缩 所以你的身体其实 只是变瘦了 变小了 它不会缩短 但在密教里面的 宏光化身一定是缩短 才叫宏光化身 如果只是干湿 那不算了 那不算 那最高的就到这 就一片 就是一个 化成彩虹就不见了 那就更高 所以一样的 修行有无穷的内涵 不是说 谁有修谁没修 有修没修 当下当然知道 当下知道 有修的人 当然他就松弹 不散乱 所以不太会发脾气 而且不太会执着 如果你说你修得很好 又很容易发脾气 又执着 你说你修得很好 才怪 怎么样都没有修得 很好的真相 然后有这个 在世的时候 一样他有 好的功德的呈现 走的时候 一样会呈现好的 一个状况 就是善事 如果这样 就更能够激发人心 去好好修行 所以修得好不好 在世也可以说法 走了更能说法 走了说法更没有条件 意思就是说 不会找在这个向上 比如说我走了以后 烧出很多很漂亮的设立 一想到这个人 就马上起恭敬心 真的有修 果然有修 果然修了以后 会有修的征兆 会有修的受用 会有修的基 那果位的基项 的功德项 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修 那么所谓好好修 其实我们刚刚不断地在说 一定要拿你的身心 你有没有因为修了以后 你的身越来越轻松 心越来越不紧张 越来越稳定 沉着 那个智慧越来越清晰 脾气 情绪越来越能够自我掌控 如果这样子 那就修对路 如果不是这样子 要好好忏悔 你一定哪边有问题 不是观念错就是修法错 一定要好好探讨 这样才不会枉费 我们这一生 有福报学佛 也懂得要学佛 结果学错了 那太冤枉了 所以现在那新兴的宗教 碰都不要碰 你碰的就很复杂 我们现在进化都来不及了 何况去污染 这不要人家说 这个人修得很好 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过去了 不要结这种恶缘 那个绝对染污缘 绝对没有好事 你即使所求都相应 但是事实上 你就跟他结上了不解之缘 你生生世世 可能就被这个搞定 他现在服务你 帮忙你 你下一辈子 就听他猜浅 所以不要贪 不要求快 不要身外之物 能够放下尽量放下 不要求 不要外求 那你若不外求 你就不会被外面的迷惑 这样才能够走一条 比较清静的内修的路 内观的路 自觉圣志的路 如果都是搞那些感应 搞那些有目的的 能够达到什么效益的 如果那样子的话 其实都走错路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修本尊 我们很快的说一下 我们的本尊 就是毕如这那佛 那过程呢 就首先 我们对我们 虚空中 就我们面前的毕如这那佛 好好地赞扬 升起你的恭敬心 赞叹我们有这个因缘 能够来跟他一起学习 以他作为我们的引导者 所以首先 我们可以看这个法本 首先呢 就是念这个法生记 法生记又叫缘起记 他其实就在讲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是生灭因缘 佛大杀能说 那如果按照质义上呢 诸法的产生 它是有原因的 那如来就告诉我们 所有法生起的原因 那同时 讲了生的原因 也讲了极灭的因缘 生跟灭 都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灭 佛只有告诉我们 这么一个客观的真理 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神通 什么有的没有的 没有 整个阿含经你仔细去看 四阿含 里面都没有什么神通 有的没有 什么境界 都不讲的 有境界 很大的境界 大部分都大圣经典里面所讲的 而大圣经典呢 不是释迦牟尼佛 或者三次 结集的时候 包括我们 佛灭后两百年 刚开始的十年 后来又结集一次 到两百年的时候 阿育王的时候 又结集一次 甚至到斯利南卡 又第四次的结集都有 都没有这些经典 所以大圣经典的出现 其实是公元 以后的事 所以大圣经典 到底是不是佛说 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但是我们 汉传的都认为 大圣当然是佛说的经典 但是原始佛教 很少人会去承认 大圣经典是佛说的 那大圣经典是不是佛说 我个人觉得不重要 大圣经典符不符合 佛说法的内涵 这个才重要 所以很多大圣经典 着想的 讲感应的 讲怎么样 你就可以消多少夜 还是什么 那个其实都不是佛说 都不会是佛说 佛不可能说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当然也要 很小心的过滤 但是以我们智慧 当然不能随便说 大圣不是佛说 所以我就不看经典了 重要的 经过一两千年的这种胎恋 然后这么多主师大德的检验 这些经典都有它很大的功德力 内涵 所以我们凭这个 我们也应该要深入的去探讨 用这种态度 比较健康一点 也比较不会露食掉 如果说只是 四四四阿寒 或者深再加上小部的五部 那如果佛讲的只是这些 那事实上 可能也就佛也不够精彩 所以应该也不只是那个样子 所以 我们就这样理解吧 好 那么念这个祭仲就知道 其实学佛是要去了解因缘 甚至要能够掌控因缘 你了解因缘就不会被静转 你也晓得法尔如释 本来就这个样子 不是你要跟不要 所以你就可以用平静的心 用松坦的心来接受一切的现实 那因为我们也晓得 因缘生因缘灭 所以你如果懂得因缘 你就可以创造果 有什么因缘 就会有什么果相出现 所以我希望有那个果相 我当然就聚集这些因缘 就能够呈现那个果相 所以包括六度万恨 其实都是善用因缘 就在因缘里面修 所以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名为假 亦名中刀义 这个不是在讲消极免 是在讲不积极不消极 我们叫做如实面 如实的真理 既不消极也不积极 但是我们修行 你若要修大圣行 菩萨行 你就得积极不能消极 你若要急着解脱 你就得消极不能积极 也就尽量地不照做 尽量地放下 尽量什么都不理 这样要解脱比较有希望 比较不会一天到晚穷忙 但是你如果想多去饶育众生 多做一点事 那你不积极是不行的 而中道的道理 既不积极也不消极 那个才叫中道 所以即使你修菩萨道 也不要急着要成就所 还是松坦地随缘地修 比较不会错 然后心里面不要急 不要有所得 现在我们修大圣行的 都养成有所得的一种观念 因为你要得到菩萨位 你要得到佛位 你要具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讲一大堆东西 当然你要就要努力地修了 结果一努力就变成执着 一天到晚 布施有什么功德 拜餐能够消多少业 整天搞这在干嘛 你真正消业了吗 你真正有功德了吗 除了比较碰轰之外 什么也没有 我兼一千万一亿 除了碰轰之外 什么都没有 所以很多东西 如果懂了以后 其实我们更应该这么讲 布施当然功德很大 接受布施的功德更大 你去帮那个人 那个人愿意给你帮忙 他功德更大 因为那是因 如果他不接受你帮忙 你根本就帮不了忙 反而你是圆 你有这个条件帮他 但是他接受不接受 他如果不接受 你帮不上 所以你一面布施 一面要感恩对方 就是你成就 我能够布施 而不是我布施功德多大 这个就是 你稍微想一想 你就对对对 要这样才对 那就变成无相布施 感恩的布施 一面布施一面感恩 而不是我要累积福报 我无相布施 你看我都不计较 才着想的 怎么是无相 所以这些就是真正的绝照 你如果常常有在绝照 你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好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OM YEDAMA HEDU BRABHAWA HEDUN TESAM TATHAKATU JAWATE TESAM CHAYO NIROTA EVANG BADHI MAHA SRAMANAYE SWAHA OM YEDAMA HEDU BRABHAWA HEDUN TESAM TATHAKATU JAWATE TESAM CHAYO NIROTA EVANG BADHI MAHA SRAMANAYE SWAHA OM YEDAMA HEDU BRABHAWA HEDUN TESAM TATHAKATU 这边要注意的就是 这是罗马拼音 所以比较要注意的是 第三堂 DESAM 那个C 不要念卡 KK音标的是卡 卡又 但你要念卡又 卡又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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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你如果打 你碰到C都要念卡 好 那念这个呢 这个咒用途很大 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 你要洒净的时候 开光 要心污漏尘 你改念这个酒 这个祭颂很好用 比如说 念这个祭颂 然后供养地神 祂就会扶持你 然后我今天 很大的福报 能够来这个地方住 感谢地神的扶持 你就念 奥米达玛 黑鲁 巴巴 黑鲁 巴巴 巴巴 黑鲁 巴巴 黑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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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巴巴 黑鲁 巴巴 黑鲁 黑鲁 巴巴 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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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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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ah 多念 Svah 就是 圆满吉祥的意思 Svah 那我们一般 一件事情 结束以后 很高兴 Svah 所以我觉得台语 台语很多 真的很妙 就像那个 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的种族词 Fish Sv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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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Svah 所以我们这些 很赞美的话 其实都是好话 Svah 赞 这个都是很好的话 你那个声音一出来 就有正面的能量 这个散发出来 就是一股很大的能量 所以多说好话 多说吉祥话 好 接着呢 我们因为赞叹因缘 所以我们能够修这个法 然后接着呢 就对着我们面前 虚空中的毕露真阿佛 来做顶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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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用这种唱的方式 然后去深口意 恭敬的顶礼 譬如真阿佛 用唱的 它会有感情 会有力动 念完没什么感觉 你念起来你就很容易融入 这个调是 我一个上师教的 所以我就把它传下来 就这么念 我感觉很好 很棒 好 那这个念完以后呢 就对着毕露真阿佛 赞颂 因为我们要学它 到底要学它什么 它值得我们学 到底什么值得我们学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先看意思 毕露真阿 它是大清净 然后展现出来的是金刚的柔善 而展现的大欢乐 那它为什么能展现 这样子的外显的功德 其实最重要 它是从它的自信光明里面 最殊胜的 最究竟的音 这边展现出来 那它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学 就是传下这个法 金刚教授 为什么称为金刚教授 你只要依着这个法 那可以破一切无名 破一切业障 可以成就一切功德 就像金刚一样 它可以破一切 什么东西都破不了它 所以这个就是 毕露真阿佛 那我们这样讲 百罗加拿叫做变照 变照是光的旧镜像 那因就是有光 有明 有这个能量 它才能够照射出来 才能够照亮一切 才能够穿透一切无名 障碍 所以 毕露真阿佛是诸佛 的根本 所以显教说 毕露真阿佛是法身佛 那卢瑟纳佛是报身佛 释迦牟尼佛是法身佛 那事实上 我们去考据一下 卢瑟纳佛 其实就毕露哲纳佛 把屁拿掉 这个卢瑟纳 事实上 法身不是毕露哲纳佛 法身叫做普贤王如来 滚渡山佛 普贤王如来 普贤王如来就 究竟的清净性 也就是我们清净的佛性 是如其本来 就本来如是 这是法身 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法身 每一个现象都有法身 那至于要变成报身 就要能自受用 他受用 你有清净的内安 有清净的圆满的智慧 能不能展现出来 能不能受用 所以到报身的时候 就展现出那个 无所不照 完全把无名 趋近的 这样子的一种功德相 就叫毕露哲纳佛 所以毕露哲纳佛 应该算报身 不是法身 然后化身呢 当然就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他也就是 这个大智慧的视线 跟我们有缘 所以来这个沙婆世界 着二世里面来视线 来说不可知不可信 难知难信的法 比阿弥陀佛伟大多了 千万不要我们认为 阿弥陀佛比较伟大 释迦牟尼佛不伟大 这个不入腹血淹的胡子 到那边都诸上善人 有什么好教号 他们自己就会做得很好 我们这边就坏人充满 所以更要教导 我们呢 其实虽然有佛性 但是你真的仔细自己去衡量一下 既自私 那又谈 那又受不了一点点委屈 你说你是很棒的人吗 一点都不nice 而且还会想尽办法 想要得到利益 所以看到不顺的就生气 就大吵大闹 不顺你的意思就大吵大闹 你nice吗 一点都不nice 所以我们回来照照自己 你如果会检验自己的所有行为 你的所有过失 你都看得到 你若自以为是 你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贪也不觉得 撑也不觉得 吃也不觉得 你觉得你没问题 问题才大 所以真的好好去做内观 你就发觉 只要是不如理的行为 都是来自于不如理的思维 不如理的思维 来自于错误的知见 价值观 错乱 我指我见很重 你不可能有太大的心量 我指我见重的人 不可能有太大的心量 不可能太大的心量 你就不能解脱 你永远被你的价值 就绑得失死 根本就不自在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 常常去反省 绝躁 才能够慢慢地走出 你自己 给自己的谋咒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自己的价值观 缠绕着 而不自知 所以一定要慢慢地看到 你认为的对是真对的吗 对是对到哪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前面也有讲佛法 有究竟的疗意跟不疗意 你现在对不是真正彻底的对 那叫不疗意 只是暂时对 再往上一层你就不对了 所以要这样才能层层关键 层层突破 好 那到这边为止 就是所谓的前行 前行就生起我们对整个 世间法的大致的理解 对本尊的恭敬赞叹 还没有念 我们念一遍 大人都不疗意 大人都不疗意 南采治尼乌世修 都解敦拉辞茶茶地 南采治达巴痴 都解释瓦卡辞佛 南采治尼乌世修 都解敦拉辞茶茶地 南采治达巴痴 都解释瓦卡辞佛 第一句就是指的就是智慧 第二句就是慈悲方便 第三句就是指本觉 就是本来的音 最后就是道 就是教化众生的一个过程 一个教导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他法暴化三生 就是里面的智慧慈悲方便都具足了 从根本的清净因到达究竟的清净果 完全譬如这那佛具足 所以我们要修这个 如果修一般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样子圆满 这也可以讲分别也可以讲不分别 比如说我现在修变成一个菩萨 那我晓得菩萨不是佛 所以就还没有圆满 那当然我们现在只有资格修菩萨 那你把菩萨修好就功德无量 所以一般一般在藏传里面 大部分当然开始修 都是修菩萨 就是他分三部 那金刚部就以金刚煞豆做代表 那莲花部就以四倍观音做代表 智慧部就以文殊菩萨做代表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般你接触藏传 大概离不开这三个根本法 金刚手 文殊菩萨 四倍观音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在往上的时候 你可能就修不动佛 修无量受佛 修毕如真那佛 这个文殊菩萨 算属于智慧部的 佛部的 好 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修了 开始修的时候 当然要先清净自己身口意 所以就先念观空咒 Om Sva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vabhava Sthu Ham Om Sva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vabhava Sthu Ham Om Sva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vabhava Sthu Ham 这个是属于梵文 前面那个原起法生祭 也是梵文 但是 这个是属于藏文 就夹杂者修 杂者 因为很多 其实西藏也是一样 如果说有梵文的 他会保留梵文 如果是创造了仪轨 大概就会用藏文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有一点点观念 好 接着呢 敬完三叶以后就开始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说 离惯性的新意识 来用新意识 所以首先我们修升起次第 就开始观想本尊 观想本尊叫升起次第 那由像的就属于第六意识的 观想像好庄严 这是由第六意识来成就 所以其实修行 是要强化你的第六意识 不是要否定你的第六意识 要净化你的第六意识 不是放着第六意识不用 这个就转 转世成治 你用你的第六意识 那个清静的观想力 创造力 我们如果没有第六意识 那糟糕了 如果一个艺术家 他没有第六意识 他怎么创新 所以第六意识是可以精致化 可以提升的 那包括我们拿第六意识 来做观想 其实就是这个作用 那其他几乎不能动 第七意识就只有我持 第八意识没有表达 你什么我都照单全收 是一个烂好人 只有第六意识 他可以善可以恶 他是完全充分的活泼性 所以第六意识等于孙悟空 可以变化多端 所以一样你也可以起恶念 也可以起清静念 那现在我们就通过 第六意识的这个能够清静的造作 来观自己的向好庄严 我们说现行能够熏种子 种子能够起现行 所以我现在现行 就是我现在用第六意识 不断地去观想 当下不断地观想 一次一次地观想 这些都是现行 你做完以后 这些东西就熏种子 就到巴士田里面去了 你常常练习 种子里面有了这些种子 熟悉了以后 积极聚足了以后 哪一天突然一想 整尊就出现 种子起现行 所以这个功夫一定要练 不管练得出来 练不出来一定要练 因为练了就有效 这些现行都可以熏种子 你观想佛的向好庄严 你下一辈子 长得很帅的机会就很大 长得很美的机会就很大 因为你巴士田里面 有这些种子 它起现行 所以还是要多观想 佛的向好庄严 还没有去修那么多功德 就已经有这些种子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 累积佛之良的一种方便 多观想佛的向好庄严 这也是密教里面的一个方便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的时候 就叫你只要念 不叫你观想 那语言呢 语言心 语言 如果你不付给它意义 语言跟这个一样 无忌的 你如果不付给它意义 就是无忌 但是呢 你在那边打瞌睡 你醒过来 这是无忌吗 有意义的 意义是你付给它的 你付给它的 所以一样的 念阿弥陀佛 你如果不付给阿弥陀佛意义 那念阿弥陀佛有什么用 没有用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在 《愣言经》里面 大师至菩萨念佛言通章 是要我们 异佛念佛 是去想佛的向好庄严 想佛的功德 而不是去念那个佛号 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后来我们所传的东西 是不是如理如法 这个有时候很难说 大概就慢慢地堕落了 因为你想也想不来 那就 你就念就好了 只好这个样子 你说又能念又能观想 为什么不观想 因为观想才是心的事 才跟心直接相应 跟种子直接容易相应 怎么可以不观想 所以密教 很重要就是观想 观想佛的向好庄严 接着很重要就是持咒 持咒 咒就是这尊佛的所有功德 用声波 用音声表达 这个都是不同的三部 三部里面的咒 它都是有很大的能量 你念它的时候你就发觉 这个音声就代表金刚萨豆 代表文殊菩萨 代表四倍观音 念这些声音就可以跟它相应 我们一般人跟人沟通 什么最好沟通 当然语言沟通 用声音 那语言沟通 嘿 嗨你好 都是语言 但是沟通结果是怎么样 喂 它根本不理你 嗨 它一定理你 因为你散发出来就是一种 友善的喜悦的一种符号 所以一样的 所有声音里面 它那个能量的来源 那个音波 就是音的形式 都注定 都规范你如法不如法 所以一样的 你只要好好持咒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修 刚刚观想念佛是向上修 属于身的修 现在持咒语音修 是属于口的修 那意念观想本尊 本身就是意的修 然后又能够做上功下施的时候 那又是心另外一层的功德 修行就是要把身口意 一起拿来修 所以密教一般的修法 是比较复杂 比较精彩 比较多元 但是要懂得他的意思 你修了才不懂 那楼梳要做什么 我念佛就好了 我那里有没有 你那里有什么意思 我那里有百天 不一定去西方教的世界 我念佛一定去西方教的世界 谁跟你说呢 什么人叫你保证宫 不一定去西方教的世界 要一心 要一心 若一日 若七日 所以 走得很漂亮 不一定去西方 他死得很好看 你千万不要 我这去西方 他只是善事 去善去 去好的所在 是不是那西方 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希望 但是师父能够满怨 我也不晓得 你更不晓得 但是你如果念到一心了 你绝对晓得 原来 阿弥陀佛 就在我的心 我要去哪里 回这里 这样放近地 就你起心动念出 这样子的弥陀净土 才是圆满的 如果还有方位 还有大小 还有地方 那是不究竟 就叫不了一说 我们只能这样说 但是回到本心 绝对不是不了意 真正了意 你到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都是净土 因为你心已经清静 已经不执着了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有用的 咱俩法身佛 报法身 法身 而且自己清静了报身 而且到任何地方 都展现清静化身 法霸化三身 一起成就 这样不好吗 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吗 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把握吗 自己说了算 自己做了就对了 你去体验 不需要人家来帮你印证 你自己清清楚楚 所以这个才好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观想 然后观想 把自己观想成本尊 就是你的每一个部位 都对应到他 只是把它缩小变成你 或者把你放大变成他 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我入佛 佛入我 是我 我是他 他也是我 无恶无别 然后这个道理是你的 第六意识造作出来 想象出来的 所以心里面还是不那么 笃定 所以接着我们就要迎请 智慧尊 智慧尊就真正的 披露这那佛 他还不是 真正的披露这那佛 他不是 他是想而有 他里面也没有智慧 也没有什么 所以你把自己观想成 一尊佛的样子 不是佛 是外表像佛 内在还不是佛 所以接着要请智慧真 就真正的 把内在也变成佛 也变成佛 所以我们就要迎请 迎请这个 齐请融入咒 就是要迎请 譬如智慧尊那佛 来融入我们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 Om Majra Sama 然后接着 接手印 就用勾罩印 右手扣 左手 然后推过去 两手相背 然后摊开来 两个食指相对 然后两手相抱 炸就是 来了 我请你来 你来了 后已经确定到 后就是融入 后就变成无恶无别 所以这时候你很自然会产生一种伐喜 一种伐喜 充满一种自信 一种佛慢 所以你就把三昧夜尊 进一步到达撒谱地尊 你笃定了 我关起来这一尊 就是披露真那佛 我这一尊就披露真那佛 离开我没有披露真那佛 这个佛慢要生得起来 你慢慢的才能够自受用 不然一碰到问题 我是凡夫呢 怎么办 不要讲那么难 不要讲那么高 我是凡夫呢 怎么办 你是凡夫就永远是凡夫 你若以 我清净的 我心可以成佛 只是现在我的业力习气 还暂时没有办法 你若有这种理解 那就如实 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总是也要有条件 但是你不断地训 不断地用对的来训练自己 久而久之 你就可以成就本尊 好 接着下来 因为刚刚 我们这三昧夜尊 就我用 我很想成就 披露真那佛 那我现在也请 真正的披露真那佛 加持我 他已经在我的心间了 进一步了 我要把我的身口意 都化成披露真那佛 接着下去就开始持咒 持咒 那持咒呢 我们顶喉心挤密 一般就五轮 那一般密轮不谈 就顶喉心挤四轮 那瑜伽变成七轮 他上跟下都有再多出来 那所以在密法里面 他就是五方佛 顶上这边有一个白色的光点 就中脉 中脉的中间 有一个白色的光点 那从外显也可以说 你在这个地方有白色的光点 就在喉轮的地方 有红色的光点 那个心轮呢 有蓝色的光点 脊轮有黄色的光点 密轮有绿色的光点 那这个白 红 蓝 黄 绿 是代表五方佛的体性 我们上面也有五方佛 上面也有五方佛 东方 蓝色 不动佛 阿出佛 西方 红色 阿弥陀佛 那一般我们 显教阿弥陀佛是化身 阿弥陀佛 身金色 像好 庄严 无等 那是化佛 化现 它的本体是 无量光佛 无量受佛 这是它的报身 阿弥陀佛是化身 所以只要是报身的 它一定是化红色的 莲花布的红色 那南方就宝布 所以有黄金色 黄色 北方的事业布 所以是绿色的 所以我们 达来度来度 那个利度母 那就属于北方的事业布的 那中央就白色 譬如这那佛 中央是白色 东方蓝色 南方黄色 西方红色 北方绿色 就这五方佛的颜色 所以一样 对应到我们的五个轮 也就是要把这五个轮 转化成佛的功德轮 所以把这个转成 白色就叫大元庆质 这边当然有一点点 不是很顺的地方 但是一般是这么说 那红色呢 叫妙观察质 莲花布叫妙观察质 那蓝色呢 是法界体性质 黄色呢 叫平等性质 绿色呢 叫成所作质 就五方佛的智慧 那五方佛本身 每一个一定都记足五种智慧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分 是方便说 我要这样包装起来 变成一个圆满的智慧 所以就把它分成东西南北中央来说 那中央照道理讲 应该是法界体性才对 所以在这边当然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相应 但无法 因为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其实本觉在这个地方 本觉在这个地方 就你的成佛的种子在心轮 在心轮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 欧玛乡都白红蓝 对不对 欧玛乡都白红蓝 习惯这个样子 所以这种说法也OK 也OK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要修 譬如这那佛 所以你要晓得 你整个全身是白色的 全身是透明 白色其实就水晶色 也就没有颜色 就完全透明的 不是真的白色 就完全透明 所以我们在念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本来是 五种颜色 都有点浑浊 代表我们的习气还在 白色是撑 红色是贪 蓝色是痴 黄色是慢 绿色是怀疑嫉妒 我们现在就要凭着持咒 慢慢把这五种障碍 五毒转化成五功德 转化成五种智慧 那五种智慧又怎么分呢 上面大圆镜智 这个是大圆镜智 那平等 那个妙观察智 法界体性智 平等性智 成所作智 所以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巴士 脑子 所以这个又现在 跟现在的科学又相应 现在我们说脑 脑就记录你所有的东西 都在脑 不是在心 所以心呢 是真正的心 不是脑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 顶轮 它就第八识 转第八识 变成大圆镜智 然后转第六识 变成妙观察智 转第九识 变成法界体性智 也就是转心 心展现成 法界体性的功德智 智慧 然后挤了 就是保身不得 我们就我慢 慢把它转成 一种平等性智 慢就是还有一种 较量的心 致富的心 这时候你产生佛的 佛慢以后 原来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如果肯定自己 更要肯定别人 所以就变成平等性 那最下面那个就是 也就是这个是转第七识 变成平等性智 那接着下来 我们早上不是说 秘轮下去 就是负责行动吗 这是前五识 属于身的 转前五识 变成成所作智 转第七识 变成平等性智 转欧摩洛世 变成法界体性智 转第六识 变成妙观察智 转第八识 变成大元清智 所以整个秘法 其实它是有一套 有一套理论根据 而且有一个着力的 使得上力 你只要这样做 你就晓得你在做什么 慢慢的它就会起变化 就会产生受用 正量 好 接着我们就来念一下 这个大观顶光尘元 OM AMOGA BAILOJANA MAHAMUDRA MANI BADMAJIBALA PRABARTAYA OM AMOGA BAILOJANA MAHAMUDRA MANI BADMAJIBALA PRABARTAYA OM AMOGA BAILOJANA MAHAMUGA BAILOJANA PRABARTAYA 好 我们再把这个咒语 再稍微说一下 它虽然是 毕如这那佛的 大观顶光真言 但事实上 它同时涵盖了 五方佛的功德力 OM就是顶 就是顶 AMOGA 是我们的密轮 不空成就佛 PRABARTAYA MAHAMUDRA PRABARTAYA 就是大日 变造 MAHAMUDRA 就是大相应 所以这边指的 这时候就是心轮 然后MARNI 摩尼宝珠 宝布 在几轮 BADMA 莲花 在喉轮 所以念到这边为止 就是我们五个轮 都念到了 五方佛 都呈显了 然后接着 五方佛 从五个轮放光 JIVARA 就放光 放出光 PRABARTAYA 照变整个法界 后成就 所以你看这个咒语 它的内涵 它的威力 不得了 不是随便念念就完了 它里面真的有很大的内涵 所以我们在念它的时候 你就晓得 你如果平常在念它的时候 可以怎么念呢 UM 就是你的顶轮 AMOGA 密轮 BADMA 心轮 MAHMUTRA 就是指大相应 大手应 然后MARNI 就是你的几轮 BADMA 是你的喉轮 JIVARA 从你这五个轮放光 然后变满 照变整个法界 成就 所以你在念的时候 UM AMOGA BAROJANA MAHMUTRA MANI BADMA JIVARA BADMA BADMA BADYA HUM 念一次咒 就五方佛通通请动 念一次咒 就五个轮通通进化 这不是大灌顶是什么 而且JIVARA 就放光 所以叫大灌顶光 真言 咒是有它的意涵 有它的作用力的 好 这个是属一就是常咒 常咒 那我们每一个轮念十遍 下来的时候 顶吼心几密 上去的时候 密几心吼顶 下来的时候是除障 就消业障 把参滩吃慢剂排除掉 上去的时候 就成就五方佛的功德 五种智慧 所以我们这样念完以后 你就会觉得 这个全身功德力 有一点点感觉 这个是属于常咒 然后一面念咒 一面楚障 一面念咒 一面累积智慧功德 就这样子 那一般我们不是说 念咒都会一百零八吗 但是我们会念到一百一十二 因为一般的念珠 其实是一百一十二颗 加猪头 不是中间有个格子吗 两边又有两个格子吗 三个加猪头 一百一十二个 那我们算一百零八 这个就是为了要让它圆满 不肉 所以千万不要念 念佛念咒的时候 拿着一个念珠 猛在那边拔 这其实不太好 要一个一个清清楚楚地念 还有一个规矩 绝对不能爬过猪头 不能爬过猪头 所以你念到猪头的时候 你就要停下来 然后念完的时候转 不要就这样把它念过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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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扑罗一用 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戒 所以最好我们就合掌念就好 念珠也不要拿 更不要拿个 那个很不恭敬 其实那个散乱心在念佛 你念佛最好就合掌 或者结 那个本尊的手印 你就结他的手印 然后念的时候 就用你的手指计数就好 其实很容易 我们左手念五个 右手念五个 不是就十个了吗 然后你一个轮 一个轮 刚好有十个轮 不是一百了吗 然后到最后 回到心轮 再念他的十二遍 不是一百一十二吗 为什么要拿念珠 根本就不需要 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我们常常说 身结印 口诵咒 心念佛 心意佛 心观想 所以这样就可以 身口意合意 这样最没有障碍 也不需要带东带西 带一大堆道具干嘛 你身体就是道具 不需要带东带西 好 那这个一百一十二遍 念完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 起佛慢 起佛慢就产生 因为刚刚化身修完 现在念完五方佛的智慧以后 变成报身也修完 所以这时候化报两身 圆满具足 产生一个佛慢 到最后就是要 用心里面去供养 释放诸佛 供养六道众生 凑足一百一十二遍 念完以后 那一份喜悦 就回向 就消化 所以你本来 脚也做得刚好要麻 然后就把它放掉 这也是一种技巧 念完以后 然后就 上面的脚 譬如说 我现在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把它放下来 塞进去 塞进去密轮 然后这一脚就往外摊 这个叫国王座 也叫游戏座 也叫大圆满座 你看那些修大圆满的 一些大师 他下面还披一个虎皮 虎头还在前面 他就做这个姿势 你不要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 一点都不慈悲 他可以洪光化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千万不要看外相 其实那个是一种威仪 一种佛慢 所以我们若懂这些 就不会乱批判 因为你懂得内涵 你就晓得那是什么表意 这样做的时候 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你刚修完以后 你一放松放开 第一个感觉 全身舒畅 因为它一下子就解开了 那也是解脱的一种征兆 你本来绑得紧紧的 很想放不敢放 现在做完了 好安心的放 它就会有全身 有一股暖流 一股自动功能在那边循环 那你做的时候 就要很轻松 手覆盖在你的膝盖上 就这样 那头微微上扬 就一副那国王 不可一世的样子 很有自信 避逆天下 很有自信 就这个样子 眼睛呢 就不动 不转 望着虚空 就这样 然后呢 耳朵就听 就只是听 眼睛看 就只是看 心呢 只有保持松坦的绝照 就你就清清楚楚 照见 就这样做 做到你觉得 够了吧 那就可以结束 很多东西 都用你的身心的绝授 来作为开始跟结束 就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会起来绕佛 那你在家里面 也可以 就在你的小佛堂里面 在那边精行 如果不这样 那可以 完了以后 这样做完以后 然后再把腿盘起来 很快地再观想一下本尊 就毗鲁哲纳佛 然后观想你的心里面 有月轮 有这些咒人 然后接着就念这个心咒 这白鲁哲纳就智慧 变造的智慧 Svaha就圆满福德 就是悲至双印 就这样念 也是一样 念一百一十二遍 念完以后呢 就开始融入 身融入 心融入 骤轮融入 种子智 种子智融入 Nada Nada就是一个光线 一个光 到最后这个光也不可得 就发入虚空 所以你就是空 空就是你 空就是法界 法界就是空 这个法界也是你 你也是法界 就这样在平等柱里面 就静坐 做多少算多少 这个才是真正对空性的体会 前面那个造作都是方便 都是方法 不是目的 它是方法 不是目的 到最后正无空性 那是目的 所以我们修行 正空性 是我们第一站 要到达的 你如果能够正无空性 其实接着下去 就不会有我指我见 就不会固执 小的一切都空性 你怎么会固执 就是以为不空 你才固执 什么都一样 都平等 你怎么会要这个 不要那个 就没有分别 没有取舍 慢慢的这种智慧 就会现前 我们没有正空性之前 很难不分别 很难不取舍 很难不造业 必须要正空性 所以正空性是见到位 是真正修行的开始 好 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算 本尊就这个样 其他这两个表 其实是一种对照 一种方便 不是要来修 方便我们去对应 那这个 譬如正老法是一个模型 我们也可以看 中脉就是这个样子 顶喉心 几密 就五轮 有五个光点 那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都在后面 OK 这个是理论上的介绍 那接着可能就是 我们就是要实修 实际去修 你懂了这个以后 你修起来就比较容易 使得上力 不会不晓得在干什么 我们大部分都 不晓得干什么 又不得不做 所以做久了就放弃 我何必天天处罚自己 不想做又一定要做 修行自在一点 但是自在不等于懈怠 不能随便 不能放异 所以是要把心 把握得很好 如果你心已经把握得很好 还要念佛吗 心平和劳持见 心平和劳念佛 心如果已经清静了 念什么佛 佛就是平等心 但是你若心还不平静 你能不念佛吗 你不念佛你要干什么 在不平等不平静的心 他很擅长分别造恶业 所以这时候你若不用 一些法门来安住的话 来降服的话 很容易我们就放异 就颠倒了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不得不的方便 当然它不是究竟 但是你透过这些方便 你慢慢就可以入道 可以体验到 自己的身心是什么个样子 我的本来面目 你还没有笑 还没有哭以前 你是什么 在没有情绪反应的时候 你的心是平静的 在没有想善想恶 不思善不思恶 正与摸实 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 这都是禅宗的话 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你只要落到意识里面 就不是你的本来面目 但是不是你的本来面目 有没有离开你的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在这些幻境里面 假象里面 你穿透了假象就看到实相 你知道它非 知道它虚幻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做如是观 你看到什么都这样子 如是观 如是观的时候 是要如是观 不是如是想 我们现在就如是想 结果弄半天都没有改变 梦幻泡影 我再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梦幻泡影 不是 一下子就确定 它是梦幻泡影 那就没有转化的机制 完全没有转化 完全没有正实相 我们现在大部分就是用这种 你好像看懂佛经以后 不断地看到什么就套上去 看到什么就套上去 以为你证悟了 以为你懂了 其实既不懂也没有证悟 不可能证悟 你只好是用这样子 在盖印章永远不会证悟 因为你看到都会表象 你里面思维通通是文字 都不是实相 所以要离心意识参 不可言全 不可思议 到底在讲什么 就是凭体正 不是凭想象 想没有用 想只是一个念的引导 把你带到比较OK的路上去 但是不是实相 只要你还是在想 你还在观本尊 你是本尊嘛 你如果是本尊何必观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训练 一种训练 深口意的训练 我们知道这样就好 知道这样的话 知道这样训练 慢慢我们深口意会清静 会圆满 会庄严 那我们就有空就去做 那最好就是每一天排定课 刚开始不要多 一天一次就好 刚开始不要长 半个钟头就好 一开始就要求很高 结果没有几天就放弃 一开始 今天三十分钟 明天好像三十分钟 还不太过瘾 就再加个几分钟 就让他多做一下 这样就会越来越棒 渐入佳境 所以我们说修行 刚开始不要急 但是要多训练 所以次数要多 所谓的化整为零 就我随时想到就做 随时想到就做 这样慢慢的你就会 既不累 没有压力 又随时可以接触 不要把自己定得太死 然后做不来就只好放弃 我们大部分都犯这个毛病 一开始想得太美 太有自信 那没有做几天 发觉做不来放弃 你说刚开始不要期盼那么高 我只要能做 持续地做就好 慢慢地做 慢慢熏悉 你就越做 要你不做都很难 要你没事 有事没事就打妄想 很难 你只要没事 你就马上收回观照的心 保持觉知松弹 不散乱 久久是你的心 就越来越清楚 你的妄念 你的心意识的活动 就越来越没有力量 越来越带不走你 动不了你 这时候你就自在 自主了 你是真正自己的主人 这时候你就真正地开始 活出你这个生命的庄严 意义 好 Om 阿 哼